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瑪莉對桑阿茲特克的比賽 這場是死鬥模式 死鬥模式是相當特別的一個模式 因為初期就有大量資源 這個資源量已經突破天際了 從今初期好像有一萬的樣子 這個比賽一開始你還是要蓋房子 一開始由於資源很多的關係 可以爆出大量士兵出來 先進行一個潛壓 如果你爆兵不快的玩家的話 可能就會出大事了 所以村民都會直接按到底 趕快去蓋這個馬舊跟房子 做一個正常的開局 這個模式其實天氣模式也是有的 高手之間偶爾會打幾場 今天早上剛好有捕捉到這場比賽 那就來獻給大家這場的對決吧 瑪莉的話大家也知道 瑪莉的騎士 這個馬舊的單位 全部都有加了四攻 極光有點忘記了 反正攻擊力就很多 加五攻 一攻兩攻 然後金冠加五攻 總共七攻 沒錯 這邊的話 出騎士的話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邊騎士集中性好 大概的話就是 可以做一個前期偵查 看一下對手出什麼冰種 這邊阿茲克特是選擇打 劍兵勇士 那劍兵勇士的話 阿茲克特的金冠自然就有自帶加成傷害 不是加成傷害 是自帶攻擊傷害 攻擊力直接給四攻 非常強 但是阿茲雖然是老英國 但是如果對方出騎士的狀況下 那這個騎士是蠻康特老英的 所以阿茲克特這邊是選擇了 劍兵勇士開局 那這邊的話 你的一般的馬舊 可以正常 壓場面的一個冰種有存在的話 今天就可以開始蓋這個TC 然後蓋城堡 然後趕快迅速擴張自己的領地 算是一個比較進階的一個玩法 那這邊 確實騎士 遇到劍勇的話完全沒則 那這邊的話 瑪莉也轉出了一些劍兵勇士 但這邊劍兵勇士的話 瑪莉會相當相當的弱勢喔 因為劍兵勇士的話 瑪莉是沒有三弓的 所以這邊劍兵勇士 整整輸了很多弓喔 這邊是15弓 但是阿茲克特的傷害 是21弓 15弓對21弓的概念 可想而知喔 直接蒸發 直接瞬間傻優達啦 這邊阿茲克特展出了重型投石車 那重型投石車的話 在步兵對戰 我們之前MIPER的影片有提到說 步兵大戰的話 核心並不是步兵喔 而是這個重型投石車 誰投到誰 誰就投過血流 所以這個關鍵是這個投車 誰能把投車打得好 就是關鍵 但同車投石又很怕這個騎兵喔 所以如果阿茲克特這邊要打重頭 加上劍勇的話 這個選擇 那這邊 投石車的部分 可能就要保護好一點了 不然這邊會有點血虧喔 因為投車的價格是非常非常貴的 那這邊你們看這邊 死鬥模式 瑪麗這邊黃金已經見底了 所以這邊瑪麗要趕快開出大量的TC 然後生產村民 然後開始來挖這些黃金 才可以補足這邊的經濟的逆勢 因為他這邊沒黃金之後 正面的話可能會一直慢慢打出 哇這邊大量的劍物走出來 哇血量6000多滴 但正面的瑪麗部隊 跟我們在歡樂送阿 阿茲克特送光光 沒救 沒了 好那這邊 阿茲克特人口已經爆出200人口了 兩邊都是200人口 但是阿茲克特這邊 由於200人口 沒有辦法TC 沒有辦法造村民的關係 經濟並沒有增加 但以正面來說 已經消耗蠻大量瑪麗的黃金了 所以瑪麗這邊 雖然村民速度有稍微領先 但是由於正面部隊是輸對手的 所以現在打正面的話 我們會簡簡退敗 看一下要不要打下其他地方 唉唷 但是右邊阿茲克特抓到一個 瑪麗的未蓋我城堡 直接出巨型頭之機 投掉這個 沒蓋好了 欸他沒有滴掉欸 直接白給 好那中間的部分 還有一座城堡 可以再做第二道防線 那看一下左邊的部分 左邊的部分 城堡已經蓋好了 那黃金也正在奪取中 但是川民術移力就還是很少 47吋22吋 瑪麗這邊是打一個偏經濟型的一個玩法 只不會只打這一波經濟資源 然後就跟你說才能拿拿了 他就是要跟你打大後期 我就是要開始農 我不會跟你直接 就是這一波打完就跳get 我是有後期的經濟規劃打算的 打阿茲特克這邊是完全強軍事 村民只有25村 已經輸了整整一倍的村民概念了 現在地圖上的城堡 已經有三座 第四座已經在蓋了 在這裡 好那這邊 城堡四座都是瑪麗的 那阿茲特克這邊 反正蓋城堡的時機有點慢了 一個蓋家裡 然後一個蓋左邊 那在石頭模式這個模式裡 城堡算是一個 像是我們現代戰爭 那個豪鉤的概念 前線的一個象徵戰 只要你這個城堡被打掉的話 那就會一直瘋狂敗退了 那敗退到自己的家裡建築物的時候 粗逼點 好就直接宣告死了 所以這邊城堡算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 關鍵點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 飛刀女獵手 哇打這個 噢靠都被投到 哇打了一堆 好慘 哇這個城堡也守不住 哇這個重型投石車 對阿茲特克來說實在是太香了 阿茲特克有重頭也算是非常非常強 兩次的一個文明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投光 那這邊投車 剩下三台 後面又有了北台 那騎士靠不要超兵一笑 然後來解解看這邊的投石車 跟巨型投石車 只要工程器解的掉的話 那中間這一些的 劍勇的話 就對瑪莉來說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精銳飛刀女獵手 打步兵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滿CP值真的是巨高的那種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兩邊 怎麼打會比較好打 如果這邊出飛刀女獵手的話 那就要非常小心投車 那只要靠劍勇跟暴龍士 在前面砍的話 應該是問題不大 那這邊的黃金量 速度有點少 剩下1000黃金 那阿茲特克也是喔 兩邊開始有點打龜一點了 想要來搶中間的這個位置 好那這邊阿茲特克已經 蓋了三座城堡 四座城堡在家裡 我完全守住這個出兵點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出兵點是死鬥模式的一個關鍵點位 就像你在投資一樣喔 什麼關鍵點位你要守好 這守不好你就Secure 就只會一路狂崩 這個世紀帝國也是有同樣的告禮的 所以玩世紀帝國的人通常都很聰明 都是一些大老闆等級的 看那個偉恩的頻道就知道 DC群裡面都是大老闆等級的 都有這些經濟基礎在的 所以玩世紀帝國 確實可以增加對一些事情的敏感度 我們不要講太多 有點偏禮了 幹話要講太多 好來看一下這邊肉馬 肉馬能進去嗎 應該是有點困啊 家裡城堡非常多 一進去就進入了死亡交叉 有沒有 這個就是死亡交叉 城堡再進來 通常進到這個地方就沒了 直接擺給 這次瑪莉有兩隻肉馬 要進來過騷擾 確實讓他收穿了 意義不大 然後這個死亡交叉 經過之後肉馬的數量非常非常少 只剩下了四隻 五隻 再交叉一次 再死亡交叉一次 哇全倒 哇這個肉馬 我直接擺給 這邊的話也沒有再打 原達羅來爭取 中間那個點位做防守而已喔 畢畢馬再繼續進攻的一個情況 那也是蠻特別的喔 瑪莉居然沒有把城堡蓋在出兵點 但是阿茲特克這裡也沒有選擇 要針對出兵點的一個打擊 反正是先去打騷擾這邊 金礦點的位置 這邊剛剛有蓋城堡 這邊城堡也被投掉了 TC也爆開了 那右邊的話 稍微被阿茲特克拿了回來 但是左邊 瑪莉已經準備好來從左側進攻了 但是阿茲特克的部隊在右邊 現在要拉過去拯救的話可能有點遠 哇正面大量其實直接A的上來 可以解的掉嗎 可以解到幾隻 哇應該可以全解 沒問題 這裡只有少量的強弩 有點困難 這邊可能要快 找個機會喔 來防守一下 不然這邊左邊可能會全部推光喔 那左邊的部分 確實看到阿茲也走得過來 想要來守 那右邊的部分還繞了少量的劍勇 想要來拆城堡 唉唷這邊有巨頭阿 唉唷趕快跑喔 這跑的話真的會沒 完了 完了 涼了 好那這邊騎士再過來砍 這邊還有一些劍勇 想來拆這個TC 哇這個攻擊力都很高 兩邊拆的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零列頭過來 直接拆 看左邊正面來說 軍旗偷司機 正在拆城堡 好那下面的部分劍勇也解完了 兩台拆機好像沒事 好那這邊瑪莉 又拆了兩個TC 算爛了算爛了 這一波不虧 好那賈里這邊也在挖礦 那川民樹 兩邊的川民樹現在是106吋 對上64吋 哇瑪莉打得非常非常的保守 雖然軍隊數量輸很多 但是也沒有忘記經濟的掌握 好那左邊看到這邊 那兩邊都非常非常的慘 一個是加力BBQ 然後一個是前線被投爆 那為什麼這個BBQ不去救呢 大家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今天來說就太忙了 因為你左邊右邊都在打 真的很忙 這個死肉模式其實比一般模式好滿 很考驗手術跟一些轉兵的一個 對兵種的敏感度啊 因為並沒有那種經濟上的較量 所以我到這種時期才會有開始 這種經濟上的較量出現 這種時候 就要蠻考驗大家控兵的 因為控兵控得好的話 你的兵就不會損到太多 經濟上就不會失誤太多 但是瑪莉這邊是一直在 不跟她主力部隊打 一直在打游擊戰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法蘭克的一個電影 法蘭克有一個非法國王的一個電影 那個中世紀的滿好看的 就是也是這樣子一直打游擊戰 非常厲害 一直到處燒城堡 那現在瑪莉就是用這個 惡狼嗎 還是戰狼戰術 我有點忘記了 有點忘記那個電影裡面 這個戰術叫什麼 什麼戰術了 反正就是瘋狂打游擊戰 不跟對手的正面部隊打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決策方式 因為如果對方的大部隊 明顯贏你很多的時候 你又打不贏 那劑量就是要跟對手避戰 敵戰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這邊又成功拆掉了對手的阿斯特克一個TC 這邊已經拆4TC了 經濟上開始有拉開的感覺 阿斯特克這邊肉量完全不夠 只有一個人在種田 很慘 肉量只剩7 那你全部的人都挖木頭 經濟都是用買的是不是 把黃金當肉 合理 我只挖黃金跟木頭 木頭要這麼多幹嘛 哇還有13.K 13000目是要拿來蓋棺材 是不是 好像蠻適合的 這個棺材耗木量蠻大的 好來看一下左邊 左邊的量非常非常大 還有強弩 哇這個強弩 加上這個劍勇的一個組合 正面真的是很難打 到後面這邊 唉唷這邊後面搶下TC之後 馬上把催米來蓋這個金礦 哇雖然阿拉茲正面非常的強勢 但是機動性來說 比瑪莉還是差了一點喔 瑪莉這邊肉麻打這個 過程器 哇靠全吃 哇直接舞台投車 直接白給啦 因為這個瑪莉的金冠效果 是可以讓清奇兵吃到的 攻擊力是7加7的清奇兵 攻擊力14啊 有可能是這個遊戲裡面 清奇兵傷害最高的 如果不含波蘭的劍踏效果之類的 來說的話 以面表來說 波蘭 不是馬力來說的話 應該算是滿 最強弱馬 3加最高的肉麻 這邊肉麻 在劇區裡面 繼續讓奧子肉麻 是這個重裝騎士 好打正面 正面的話 這個也順利解掉了 城堡後面開頭 投車能不能投到這個牆路呢 正面有大量的劍勇來開砍 可是你困難 上面後面有一些 飛刀 飛刀能打得贏 哇全部被點掉 完了 正面打不贏 原來飛刀是打不贏這個 這個叫什麼 強弩的 飛刀女獵手 是很怕攻兵部隊 非常非常怕 直接打出去 欸怎麼那麼快 OK 那因為阿茲這邊 沒有在管經濟的關係 直接爆開 肉量完全不夠 好村民宿 只有34村 那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點下的GG 有點快 嗯就有點快 而且正面確實 阿茲特克的城堡也全倒光了 可能就會這樣子打不下去了吧 所以打錯了GG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 看經濟都是我最喜歡看的事情 好來看經濟 經濟是木頭 阿茲特克是挖了1萬 但是瑪麗是十五十一萬四 黃金有一萬八 哇這個經濟差距很明顯 很明顯是這個 瑪麗專打經濟 阿茲無視經濟 之相打一波 造成最後的這個結果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大家幫我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